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走了 走得很突然 操劳了一辈子 只留下一处风场 二哥的女儿在独眼 不常回家 喜欢安静 需要着保护 三弟的儿子在恋爱 女孩挺漂亮的 外地人 他没有别的要求 只想在北京 有个自己的家 我呢 我老婆娶人瞎挂乱 我差点是摔坏了腿 一家人寄在九米的小房里 哎 一边是哥 一边是弟 老婆催着 孩子求着 你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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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说 这个家还要不要啊 你给我坐下 待会再洗 坐下 你说你一个多小时了 你完没完呢 王爷说 死亡证已经在高飞那儿了 你生气有什么用啊 我死都不相信 是咱姐让高飞 去拿的死亡证明 你看你看你看 你绕了一本 又绕回来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王宏 你说你 七路好歹来 怎么办 我说你真有窝囊 眼瞅的房子 都要是别人的 你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你 不是不是 我说这 正因为窝囊 我也可赶快洗个澡 好 好 喂 喂 嫂子 谁啊 莫胡 什么事啊 今天早上哥让大飞到医院 把老爷子的死能证明给拿走了 你说什么 说是姐让去拿 我知道了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了 没别的什么事 行 那先这么着 又出什么事了 黄红说 姐让高飞到医院拿走了老爷子的死亡证 不会吧 姐要那个东西干什么呀 再说了 这 姐就算是要 应该让药婷去拿 跟高飞有什么关系 肯定不是姐的意思 是大国的主意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肯定是大国还怕这个二国呀 拿着死亡证明 再拿着房产本 到爸那房产科 把那房子一过户 那房子就是二国的了 就跟他大国没什么关系了 对 这个狗大国 心仰全用了这事 但未尝不是件好事 你想 如果死亡证明和房本都在二国他们家 二国厚道还好说 可是王红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很可能背着咱们把这房子过了户 不是没这可能的啊 这个王红啊 这种事倒真做得出来 他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啊 他肯定是想给姐打电话来着 可是又怕真是姐的意思 多尴尬啊 绕个弯让咱打 这种小伎俩 高兴跑来 老陈静 是吗 药婷 爸妈 你们俩怎么跑到一块去了 那什么我这开车碰见了 顺道给送回来 你就护着他吧 他肯定怕回来来骂 帮你表哥来说情是不是 他就被你们看出来了 头发长回来了吗 妈 你看 行了 染回来就好 你爸说了 只要染回来 就不骂你了 行了 都染回来了 甭生气了啊 听点话 知道了 行了 三九九妈 我先回去了 别别别 坐会儿啊你 真不坐了 我回去晚了 我妈打电话要催我了 走了 三九 慢点开了 好嘞 邵婷 是不是你妈 让高飞到医院 拿走了你老爷的死亡证明啊 啊 一个大活人 哪天还好好的 就永远离开这个事情 就变成这么一场 比较值得好 我爸这一辈子 我爸这一辈子 什么都敢了 十三岁就被后妈轰出了家门 一个人进了工厂当学徒 二十岁凭着自己的手艺 当上了车船主任 后来 我我俩的命 我爸给揪住 一直都差着没死 好嘞 平反了 当上了副厂长 紧接着就改革开放 只能当一个挂牌的副厂长 要是 凭我爸的资历 早就是厂长 收集什么的了 呀 一直想 有机会 家里富裕了 把我爸接的 跟咱们一块住 我陪陪他 笑着笑着 姊姊 他一辈子就分了那么套房子 老爷子舍不得离开那房子 他非要在那房子里住 我说我过去陪他住吧 他死活不上 死活看不上我 非要跟二国那两口子住 女人都忙活 那是什么女人 丢完的瀑布 我都琢磨得 我妈好好的身体 怎么突然间得癌了呢 行了你 这好不大眼 又提这事干嘛 我心里难受 我憋气的 我要早知道 我爸现在 这么早就过去了 我当时我就应该一人 都陪我过去住 我就过去住 怎么着 我陪我爸 我陪我爸都 我爸还能夺活进去 我爸还能夺活进去 我爸 行不行 当初咱们都让老爷子挑 不愿意跟哪家住 就让他过去 是把他自己挑的 要跟二国两口子住 也不要别去 也别揪去 再说 当初 那时候大姐 三国 咱们三家不都有房子吗 唯独二国没房子住 我想 爸也是好心 就是想把这房子 留给二国住 怎么就留给他了呢 这我是长孙呢 应该留给我呀 再说了 我还等着房子结婚呢 大飞啊 你也快三十了 也该结婚成家了 你爸爸我呀 没本事 但又磨弄你没本事 别人家的爸爸 一听说孩子要结婚 马上 到处几十万来 买套房子 别说 别说几十万 几万块钱 你把我拿出来都费劲 行了 哪还有什么几十万的房子啊 这房价一天 一个 一个价的涨 都疯了 几十倍买什么房子 所以说 你赶紧把这房子弄去 对不对 咱们都买了 人子 你呀 也是不争气 你要是争点气 那房子不早就是你的了吗 你说 你爷爷临终前 为什么喊的是药情的名字 他怎么不喊你的名字呀 你说你上学 上学不好好上 好朋友又互能毕业了吧 你都找到现在的工作呀 你不 不听我们的呀 非要开这个电脑维修站 那你开了 开了这店了 你倒是赶紧好好干呢 你不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你没事 你就开着摩托车 去看看你爷爷去 陪你爷爷说说话 聊聊天 累吗 不累吧 一点都不累 你不去 你有钱了 你挣个钱了 你买点东西 你爷爷又吃不了什么 花不了你多少钱 你去笑声笑声你爷爷 你爷爷送过去 你爷爷能不高兴吗 你也不 找都找不着你的人 你说你爷爷 他能不安心吗 这会儿说这些没用 也晚了 是我承认 我不踏实 但是 如果说我有了房子 我结了婚以后 我肯定踏踏实实的 真的吗 我赚钱 我养你们俩 我给你们 长脸 你说是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待无前提 那得先有房子 得结婚 人家说成家立业嘛 还生气呢 还生气呢 你手 是 是你手机 好吗 你 嗯 你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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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李总 哎 不是 我 我家里有点事了 哦 哎 好好好 我尽量吧 我尽量李总 哎 好 再见 李总 嗯 什么事啊 明天酒店要来一个新加坡商务考察团 这不人手不够吗 李总 给所有北京员工打电话让回去加班吗 明天 明天爸出病你不是不知道啊 这不是临时变动吧 本来说出武来的谁知道啊 他提钱了嘛 王红红 咱们别的事都好说 你说明天这么大的事 你说你要不去 姐和三那儿我怎么说 大哥天天就看你别扭 你这不是给自己凑材料了吗 嗯 李总说 是平时加班工资的五倍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这根本就 就是 五倍怎么了 我没工资比爷爷出病还重要啊 这没你说话的分回屋去 反正我不同意你加班啊 大人说话轮不了你插嘴回屋去 不是不是你 李总 李总 你过来 哎呀 你坐下呀 怎么回事 你说你 你要不去 啊 所有邻居 亲亲朋友 怎么看你 怎么看我 就说咱们没人性 不是你话又说回来 你怎么 非改上明天呢 怎么 他就那么寸吗 我想 我想 大部分我就 完事了我就赶紧赶回来 姐那你就 给我解释解释呗 你这事我怎么解释 你想想五倍工资你就知道该怎么解释了你 不是我还没答应啊 你先拼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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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李总 是 是 我回来了 儿子 啊 你怎么这么晚下班啊 吃饭了吗 吃过了 刚才送高姓回家来的 怎么你送高姓回家的呀 啊 那个 路上碰见了 顺道就给他送回去了 他那头发染过来了吗 回去了 这孩子 真是不懂事 哎妈 是你让高飞去医院把老爷的死亡证明拿走了 死亡证明没有啊 你听话吗 你老爷死亡证明让高飞拿走了 高飞拿着我妈的旗号 从高欢手里把这死亡证明给拿走了 这什么路数这是 我估计是大舅 怕二舅拿着老爷的死亡证明跟房本 直接把房子过户到自己的名下 所以才让高飞把这个证明拿自己下去了 那他们现在想干什么呀 我爸明天出病 他们今天就要抢 这是抢遗产了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是啊 这人还没下葬呢 这也太着急点了吧 妈 你先向小琴 明天 踏踏实实把老爷送走 我们的事回头再说 儿子说的对 你别太往心里去啊 等老爷子下葬以后再说 这俩人真是够呛 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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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会儿咱们这样啊 咱们到医院去接吧 咱们四家不得有车吗 咱们排两个人 扶着零九跟着零车走 别的人都开车跟着 亲戚朋友呢 也就通知了在这个 殡仪馆会合 等那个大伙都到齐了呢 咱们按那个程序进行 好 咱们去 等等 哥 这二嫂呢 二嫂 她 她 我妈加班去了 什么 什么日子口啊 加班去了 姐 哥 她说从那边 直接去 什么直接去啊 怎么回事啊你 你可就一个吧 一会儿让我打个电话 打打打 别拦着他啊 咱们都等着他 等着他打电话 打 你没电话 等会儿我这儿有 我这儿有 行了 还不够一家人等着她的呢 赶紧走吧 大飞 你爷爷照片 赶紧了走 走 龚老伯 我告诉你 我这人记仇 今儿的事 昨儿的事 等爸下葬了以后 咱们一块儿算 你说你躲什么嘴啊 你 我 rendezvous 阿皮啊 你和耀廷跟着这个凌超早 咱们其他的人 都在那个殡仪馆会合 不要吃零食 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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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没听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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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高欢 平日里不年不年那样了八鸡子 今天这怎么回事 大伯 你说这人冲谁 哪也冲谁冲谁 说不定这还是王红教的 你说高欢这么折腾 他是因为什么呀 借题发挥呗 你想家里出那么大的事情 这王红还只顾着挣钱上班 大家怎么看他呀 二国平时脸皮那么厚 他都挂不住了 欢欢这孩子吧 从小就争强好胜 爱面子 你说他这心里多难受啊 借着事闹了 挣着 哎呀我都服了 没见过这样的人 挣钱不分十了 枕头 干嘛呀 哦 乖乖你听着啊 今天你爸大姑大伯什么的 心情都不太好 千万别往枪口上撞 听见没 哦知道了 气死我了 挣钱挣着 心都挣黑了 算了 咱不说好了 天大的事 等咱爸下葬以后再说 我认为这个 我还是比你要正确一些 杰克 哎牧子小姐 哎你好你好 啊你好 啊我想问一下 小米他回来了吗 小米啊 嗯 应该可能大概吧 啊 嗯 那他到底是 火车没有回来啊 不太清楚 那贺总 贺总在吗 哦 不懂今天请假了吧 好像是 我忘了 你好 你会 我骗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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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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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 三十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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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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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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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